最久难横冲直撞 撞回铁门撞脑骨车辆 二女摊犯受伤 网传视频可见 一辆轿车撞向杂货店 之后司机在猛踩油门 迅速倒退 撞向驳在路旁的车辆 事故发生后 现场一片凌乱 警方透露 当时车辆失控大话 撞上了有关杂货店的铁门 同时还撞倒了鸡犯大口 导致两名女摊犯受伤 经过警方调查 肇事男司机 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 警方已将其待途注查 的 遇到 警方